大家好,我是Deepo 今天来聊一聊我的朋友Grace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反应快,又热心,愿意分享的好朋友 Grace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 我想听到她的故事,你应该也会觉得她很不错 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订阅,分享,打开你的小铃铛 我记得我认识Grace的时候,她还在念大学,夜间部 她是一个反应快,认真,负责,又很懂事的女生 我们认识了很久以后,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想要去上厕所 我就会到他们公司去找她聊天 偶尔我也会带一些饮料或点心去请她吃 经过几年之后,有一次她的小表妹想要规划保险 她想到我 后来因为她的阿姨觉得小表妹刚刚出社会 没有什么钱,她过一阵子在买 有一天清晨,我收到Grace哭着打电话 跟我说她的妹妹车祸 我吓了一大跳,我记得她只有两个弟弟 怎么会有妹妹呢?原来是她阿姨的女儿 她小表妹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正在开刀 当我过去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她们仍然还在手术房 是颈椎的三肆节骨折 我告诉她,我有遇到脊髓损伤协会的理事长 就是林昭坤先生 她也是骑机车,发生车祸 颈椎三肆节骨折 现在的状况是胸墙以下无力 这个状况需要别人照顾 所以我告诉她们最严重的状况可能是这样 果真事情就是Grace在高中的时候 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她的母亲努力抚养三个小孩 白天在工地上班 晚上还要拿手工回家做 好不容易存了钱,买了两间房子 阿姨她们家因为这一次表妹车祸 已经把做的积蓄都花完 表妹需要坐轮椅进出 所以她们就把一间房子借给阿姨全家用 而且是免费 我真的觉得她们母女真的很不简单 Grace经常处理她阿姨家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比方说她表弟有一次花了十几万 办了一张信用卡去上了一些课程 到最后也是请她出面处理 让那个费用降到最低 损失减少很多 有一次半夜 妈妈请Grace去阿姨家 处理阿姨跟她女儿发生吵架的事件 原因是因为她买了很多保险 发现的原因是因为把所有的钱积蓄 十几万的定存全部解约 还欠了信用卡十几万 东窗事发才发现是买了保险 Grace只能请我帮忙 在帮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把表姐缴四十几万全部要回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Grace也请她表姐请我吃饭 还送了一份礼物 我告诉她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帮她把钱拿回来 是我能做到的事情 回时的家人 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些事 造成了千万的负债 她把自己的房子 还有妈妈的房子都拿去贷款 帮忙还债 她说省吃俭用 能帮就帮 她担心她们那些 小朋友没钱念书 没钱吃饭 会造成银行信用破产 她舍不得 每一天回到家之后 还要帮忙妈妈做手工 就是因为想要多存一点钱 帮忙快点把债务还清 我看得都心疼 谁心疼她 Grace总是说碰到就面对吧 我记得她每一次出国 都会买一些小礼物 回来分享给她的朋友跟家人 她是一个非常热情 愿意分享的人 她愿意为自己做的事情 应该就是出国自由行 她愿意存很久的钱 去买名牌的包包 她经常说买了就要用啊 为什么不用 她可是很会打算的 她经常在国外买 便宜很多 她凡事都为别人想 为别人做很多 有时候家人觉得她太强势 可能不太能谅解 但是我知道 她真的是为他们好 身为好朋友 我真心地祝福她 可以早点处理完这些凡人的事 好好的爱自己 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来爱她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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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